台北时间中午的最高温达到了37.7度 已经直逼今年的最高纪录37.8度 而下个礼拜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台湾各地仍然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 我们来看看各地的气象资料 北部地区的基隆台北和桃园 都有午后雷震雨 新竹和苗栗是多云的天气27到35度 而在中部地区的台中南投和云林 也都有下雨的机会 彰化和嘉义是多云26到35度 在南部地区的台南是多云十阴 高手和屏东会下雨25到34度 东部地区的宜兰和花莲下雨 台东多云26到35度 至于来到外岛地区 我们看到在澎湖金门和马祖 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27到34度 好 在高雄市的气暴现场 现在救难人员仍然继续努力 要寻找出所有的罹难者 或者甚至是可能的生还者 我们最后要透过以下的画面 向所有投入救灾的人员致敬 以上就是今天的公式晚间新闻 我是黄命名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